一直以来花样滑冰圈里都有这样的一句传言 牛顿管不了与生结弦 毕竟一言不合就原地起飞的与生结弦 确实常常做出很多违背地球引力的动作 让人感慨他要么是有翅膀 要么真的不归牛顿他老人家管了 特别是对于很多今年北京冬奥会刚刚入坑的兵迷来说 更会在回看不当与生结弦的视频时 频频发出类似这样的感慨 我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很多动作角度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都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场景 比如怎么能有人大一字的斜角如此大又美呢 这得多么深的用刃才能确保身体的姿态如此之美呢 更为神奇的是比起一些表现失误的动作 有时候与生结弦的一些失误动作 更让人不可思议 想不明白 比如这张动图我已经看了好几年了 还是没有研究明白 与生结弦是从哪儿获得的动力 怎么能爬起来就一个大一字流畅的滑走了呢 再往前看看 研究一下这场2015年全日锦标赛的短节目 续一的这个失误的前半程 就更让人想不明白了 明明是一个跳跃的摔倒 别人爬起来再滑出还要个几秒 与生结弦是怎么做到一秒钟无缝衔接大一字滑出的呢 果真与生结弦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自动力系统吧 又比如这个神奇的大一字 你以为它是节目编排 不 其实这是2015年大奖赛加拿大战的短节目上 第一个跳跃死楼失误的场面 不看前后你又能想到这是失误吗 只会觉得这是一个超美的大一字编排吧 自动力系统之外 万有引力原则对与生结弦似乎也不起作用 特别是每当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我都会感慨 与生结弦到底是怎么站住的呢 不仅站住了 看动图你会发现 这个因为用力过猛 而有些过周的三周跳的落冰 一瞬间的切弦度达到了脸几乎贴冰的状态 但大佬不仅完全没有想要伸手扶一下冰的打算 而且顺势就接上了一个高抬腿 这科学嘛 当然不科学 可是怎样以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呢 确实解释不通 这些也是关于与生结弦的未解之谜之中 最未解的一部分谜题 解不开这些谜题 其实也不必沮丧 毕竟谁能解释花华之神的所作所为呢 冰场由他任以为之 冬奥期间当新闻铺天盖地 与生结弦说 依然会在自由华中挑战4A 新闻下有个高赞的评论 他跳4A是因为短节目失误了 知道反正拿不了冠军了 所以说跳4A给自己晚尊 初看似乎有点道理 但其实完全是本末倒置 与生结弦原本并没有计划参加第三次的奥运会 是因为北京冬奥会在4A的延长线上 所以他才来参加的 所以说在北京奥运会上挑战4A本来就是他的计划 和短节目的成绩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挑战4A绝不是在自由华中跳一下那么简单 他为这一跳背后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啊 与生结弦在2017年就有练习4A 只不过那时候没有专练4A 2018年未免之后 与生结弦在记者会上明确的说了 所有关于花华的梦想都已经实现了 只剩下4A这个目标了 所以他不退役 他要练习4A 练习这个从9岁时就像成功的王者的跳跃 从比赛记录和采访推测 2018年和2019年 与生结弦在CC训练时 又把4A加入到练习当中 但真正死磕4A 因为疫情之后 他一直在家乡先台自己练 对此他说有孤独感 也有了更多的自由 我推测他说的自由 应该是更多的时间练习4A 2021年初试团赛开始之前 在采访中透露 如果每天练习两个小时 那么有一小时45分钟都在练习4A 真的很难 已经记不清楚摔倒多少次了 大概会有一千多次吧 摔倒的冲击力非常之大 经常想会不会摔成脑震荡 死在冰面上啊 在练习的过程中 真的感受到极限这东西的存在 也有想过要不放弃吧 做成这样也就行了吧 但最终还是一边想着放弃 一边在黑暗中摸索 不仅如此 宇生结贤作为学霸 不是蛮干的人 他的跳跃和练习 不是靠感觉 而是用科学理论支撑的 他的跳跃教练白熊 推崇使用生物力学 对跳跃进行分析 这项就是在身体 指尖放30个左右的传感器 3D记录动作来分析的技术 宇生结贤为了做研究 在自己身上装上了传感器去跳跃 并且电子化数据 这些都是宇生结贤 跳4A背后的技术支撑 绝不仅仅是不讲究方法的猛跳 除了研究技术之外 跳4A需要更强的速度和力量 他要跑去增击 而且增击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20年全日锦标赛亮相的时候 明显撞了一圈 要知道 宇生结贤成年组 10年来体重基本是稳定不变的 因为体重的变化之后 运动员需要重新适应 新重量带来的变化 这一次为了4A增肌 可见4A的艰难 以及宇生结贤为4A背后付出的努力 于是又在21年开始减肥 在2021年6月份冰眼石透露瘦了3公斤 但是之前尊重重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之前被记者问到的时候 害羞的说这不能说 但是据我的观察 应该还是有一点点没有减下去的 大腿比之前还是粗壮了一些 宇生这孩子是个聪明且专注的人 希望吸取一切帮助自己在花花领域的成长 2021年试团赛之后 宇生带着翻译向俄罗斯花华教父米生老爷子 请教跳出4A的方法 和他讨论自己为什么不论如何都跳不出4A 找到方法之后 他本想在NHK杯大概是21年11月份上落冰的 可惜练习的时候又受伤了 好像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然后就是12月份全日锦标赛上跳4A 双足落冰且因为周数不足被降组为3A 再到后来就是我们的北京冬奥会上看到的了 虽然摔倒但是没有被降组 是按照4A的分值打的 4A的两次亮相效果是一次比一次好的 我相信找到方法的宇生很快就能跳出来 这四年间的努力一次次的受伤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背后是掺杂着泪水和汗水的种种 所以在他听到说 啊原来努力是没有回报的 会特别的难过 十年隐兵热血未凉 跳4A是与身杰陷的格局和骄傲 这一段时间就会双重折磨